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5年 龙年出生30岁出头的萧百林 刚刚到湖南省复联工作不到三年 就被选为代表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陈明霞十年55岁 也属龙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他就开始人权问题的研究 作为相关领域的法学研究员 陈明霞也参加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这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 我们参加一个论坛 妇女群体 同样属龙的王行娟 当时是以观察员的身份 代表中国的民间组织 参加了这次大会 那一年 他已经67岁 三位不同年龙 却都属龙的女性 当时并不知道 正是这次会议 改写了包括她们自己在内的 千万妇女的命运走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月3日 之前来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各国政府代表团 1995年9月4日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共一万五千多人到会 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的 达三万一千人 这是迄今为止 参加人数最多的联合国会议 也是中国承办的 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许多来自基层的中国代表 第一次接收到了 关于家庭暴力的信息 一个论坛只有两个小时 可是我们的发言当中 有两个都是发言家庭暴力的 当时这个家庭暴力 被大家大多数人能接受吗 对啊 不能接受 好多人都说中国没有家庭暴力 实际上不是 九二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就已经是百分之三十的妇女 不同程度的遭受过受 你在信访部门工作的萧百林 从那时起才知道 平日里大家司空见惯 没人在意的打老婆行为 竟然是一种践踏妇女人权的暴力 也是第一次接受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国外就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包括立法 禁止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还包括禁止对妇女一切形式暴力 等等这些无形之中的 就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就是说思路啊 也给我们有一些影响 因为九五师父会以后 这个中国的妇女运动 应该是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大家考论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觉得针对妇女的暴力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此后 陈明霞开始专注于反对性别暴力的研究 2000年6月 他与一批多学科的专家学者 妇女工作者一起 创建了反家暴网络 二十多年来 他的名字一直与维护妇女人权 推动反家暴力法紧紧相连 在这次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年秋天 王行轩为自己创办的 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 正式定名 那时候是1996年11月26号 那就说秋风潇洒 对吧 这个百花丢险 连树叶都落了 只有枫叶在采放 我们说我们就像这个红枫一样 我们要永远地采放 所以就改名 2004年3月8日 洪峰正式开通反家暴热信 用生命影响生命 通过燃烧自己的生命 来影响带动全社会 尊重生命 关注心灵 已经86岁的王行轩 在20年中 从未背离过自己的诺言 肖百灵回到湖南后 历任省复联 城乡事业发展部部长 儿童工作部部长 湖南省复联主席 在将近20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中 湖南省的反家暴事业风生水起 成为全国效仿的榜样 和推进反家暴立法的先驱 1996年1月4日 湖南省长沙市 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高楼抛弃案 被害人姚逸赵 37岁 一位工作认真 待人热忱的居委会主任 因不堪忍受丈夫的疯狂虐待 提出离婚 被丈夫从六楼抛下摔死 这一恶性事件 在湖南引起极大震动 此时 肖百林正与省复联工作人员一起 在全省14个市周 进行家暴现状调研 姚逸赵被害案 立即成为调研报告中 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典型案例 把245起最有典型性的案例 集中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报告期 然后要让事实说法 事实说话 才能够真正的为南委政府 为人大立法来 做一个理论支撑 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引起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视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提案 在1996年 1997年 两次被列为湖南省人大的立法计划 但在家庭暴力问题 还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问题的年代 这样的提案 结果可想而知 由于分歧很大 这份提案被搁置 这涉及到一个刑法的调整的范畴 湖南不可能搞一个 你家庭暴力 你打人了 我把你关起来多少多少天 湖南专门制成一个 那就造成国家法制也不统一了 是吧 而且湖南也没有这样的权限 提案被搁置 并不意味着反家暴进程的停滞 频发的家暴案件 引发了湖南司法机关的思考 和积极应对 我们必须要出台 一个工作规定 让集成林警 在遇到家庭暴力暴力以后 怎么样进行处境 现实审理案件中间呢 也确实有很多特殊的问题 是需要法律予以规范 予以解决的 既不能与国家法律冲突 又急需用法律来解决现实中的家暴问题 经过湖南省两届人大常委会的斟酌和修订 最终决定 最终决定 以决议的形式 出台这项必方法规 2001年3月31日 湖南省人大在全国率先推出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 这份历史五年 跨越湖南省两届人大才出台的决议 只有十三条命 却大胆地提出了什么是家庭暴力 以及面对家庭暴力 公检法司和复联的职责 就是中国第一步反家暴地方法规 这份决议出台的这一年 新世纪的星光已经在人们的心头熠熠闪耀 尽管由于地方立法的局限性 决议在实践中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是毕竟从这一刻开始 在人类新纪元即将到来的时候 这个古老的国度 终于向着以法律的神圣之名 维护人权 反对家庭暴力的进程 迈出了果断而坚实的定义 你能听到主题喊和讨论 可能性质疑 我回答了一个疾病的事件 刚才发布了一个可能性质疑 他们说它是质疑 它很质疑 事实上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 它甚至超越了种族 信仰和意识形态 是人类社会发展中 普遍存在的野蛮落后的陋习 在美国 每九秒钟就有一位妇女 被仗主或同居者殴打 每年全国受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 有四百万 被家庭暴力摧残致死的妇女 有六千多人 而澳大利亚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家庭暴力是澳大利亚 每年损失八十一亿澳元 约合人民币三百六十亿元 因为影响不是与家庭 或家庭 或社会 而取得在日子 而令人生辅入 它有很高的社会和心理负质 还有 经济质质 这是联合国针对中东地区拍摄的宣传片 在这里儿童结婚的现象极为盛行 本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年纪 却早早地开始背负了成人的生活负担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表明 超过50%的16岁以下少女曾经遭到性侵害 超过70%的妇女经历过物理暴力或性暴力 大约6000万女孩在18岁以前成为新娘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whether it is committed in the home, the street or during armed conflict, it is always wrong that is why I started the Unite campaign in 2008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ogether we must break the silence and take action 为了消除包括暴力在内的对妇女的歧视 联合国制定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 儿童权力公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 为此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惩罚家庭暴力进行了专门立法 作为拥有女性最多的国家 中国6亿5000万的妇女维系着4.01亿的家庭 而这4亿多个家庭的温暖和安宁 又维系着整个国家的和谐和稳定 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 为中国以立法的形式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950年4月13日 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 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民事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在第一章第一条就明确了 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 男女权力平等 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因为毛主席一贯重视婚姻问题 重视妇女问题 他说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 男女老少的 根本利益的基本法 其普遍性 它的普遍性 仅次于宪法的国家中本大法 所以我们现在解放了 叫成立中国共和国 首先公布婚姻法 社会安定了 国家才能发展 这是人民大学 这在人民大学的时候 我四年人民大学毕业 你是新农国第一届 第一批 乌昌真 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毕业生 一生中 参加多部民法的起草修改工作 1977年 他开始参与对婚姻法的第一次修改 从此 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的重心 转到了这一领域 此后 他领导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并参与了2001年婚姻法的第二次修订 第二部婚姻法的修改呢 做了两个起草 一个是家庭暴力 因为富了以后发生新的矛盾 家庭暴力呢 统计数字就是 90年代比80年代上升了 25.4% 影响到法律的稳定啊 死刑犯里面 因为婚姻问题情杀的 占到53.4% 修改后的婚姻法 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 将实施家庭暴力 作为法院应准与离婚的法定情形之一 并专门规定了 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措施 和施暴人的法律责任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家级立法中 对家庭暴力问题 做出明确规定 但这部婚姻法 以及在此前后相继制定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其中对家庭暴力的规定 只是一种宣誓性的原则 既缺少明确的家庭暴力概念 也缺少可操作的具体法律规范 实际上家庭暴力 应该是从一开始发生 到最后的救助 这是一个整个的系统工程 而这个整个系统工程 一步一步怎么走 谁来执行这些来履行国家责任 这个我们可能就没有规定了 它就显得比较松散 也就是说它法律的责任 也不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再有一个 就是它必须要多部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心 工作的重点 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推动立法 九五市府会后 全国复联成为推动中国反家暴 专门立法的核心组织 在立法条件尚未成熟的背景下 2008年7月 全国复联 联合国家六个部委 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 规定了七部门各自的反家暴职责 各部门各司其职 各处其责 必要是联合行动 黑暗中挣扎寻求了几千年的手 终于握到了温暖而有力的支撑 以血泪和生命为代价的抗争 冲开了沉重的裹挟和枷锁 迎接着璀璨的生机和光芒 公权力机构的关注和介入 正汇聚成国之利器 看着沉积了几十世纪的冰山 我们高价力啊 以后不要再打了 以后不要再打了 民警向这位被投诉有家暴行为的丈夫发放的 是由江苏省复联和公权力机构 联合推出的一项处理轻微家庭暴力时适用的家庭暴力告诫书 在家庭暴力到了离婚的诉讼阶段 我们有人身保护令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那么我们能不能提前在家庭暴力发生的过程中间 我们就能够也是用一种有效的形式去警告 或者是说去震慑施暴者 江苏省出台的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身保护令的延伸 它有助于实现家庭暴力 事前防范制止 发挥教育矫制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 改变了过去对轻微家庭暴力行为 缺乏有效干预遏制手段的状况 7月2号到10月底 我们大概全市从目前接曝的家暴在334起 其中发放了这个告诫书大概是69份 没有这个发生第二次家暴行为 我们10月份全城接曝级的警情925起 比去年同期前上了167起 下降了给云哲18.5 在全国复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直辖市 制定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政策或法规 90余个地市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 全国复联的12338维权热线 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 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 庇护所等社会干预机制迅速建立 与此同时联合国各机构 对中国反家暴事业 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资助和合作研发了多个项目 何安锐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 驻华代表 他和同事正在忙于一项特殊的研究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蓝性器具 给予了一项特殊联合国人口基金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国复联权益部 邀请张曼玉一起努力制止 对儿童的暴力伤害 我觉得以前中国人不懂得太怎么卷重一个孩子 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叫我做什么 不会问我想不想 就是你要做 可是现在跟一个小孩生活很不一样 就是要很尊重他们的想法 从 2005-10 UNICEF supported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with a service model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in three provinces Zhejiang, Guangdong and Shanxi the aim of this model was to raise awareness o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nd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strengthen local capacities in their ability to recognize and respond to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每年11月25日 是联合国消除针对女性暴力日 及反家暴日 联合起来 制止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 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的运动 运动宣布 每个月的第25日 为成色日 在这一天 世界各地的联合国工作人员 都会穿戴着成色的衣服和饰品 加入到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活动中 2013年11月25日下午 联合国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日 及成色日公益讨活动 在朝阳公园举行 演员海青受邀出席 并被联合国妇女署授予证书 成为中国首位联合国妇女署支持者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 以前有一句话叫 我的老婆我的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这种意识是错误 必须要知道这是错误的 紧接着就是一些司法部门的 我觉得是有效的一些配合 被施暴力的人 他去什么地方去求助 那么有些人意识到 他不知道去哪里去求助 我觉得这两方面的结合 肯定会将来 这个问题一定会越来越少 将近二十年毫不间断地努力推进 中国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越来越清晰 在国家级立法中 对家庭暴力问题 予以明确规定的社会孤生也越来越高 面对家庭暴力 在戏里我的选择是 站起来制作 在现实生活中 我的选择依旧 让我们不再沉默 向家庭暴力 说不 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 源于1949年3月 他的历史严格 甚至早于新中国的成立 从那时起 每隔五年 全国的妇女代表都会聚集北京 为促进女性发展 推动性别平等 而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 王岐山代表党中央发表注词 他强调 要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在立法决策中 充分体现性别意识 使男女平等 真正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社会生活各方面 王岐山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注词 高度平衡下的中国妇女 是那以来 全国各族各界妇女 和各级互联减之 为生化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做出的突出贡献 抛造广大妇女 以不让虚拟的经活之斥 在实现中国梦的政策上 绽放伯母的光彩 三天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接见了全国互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在讲话中 习近平指出 要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依法维护妇女权益 严厉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 违法犯罪行为 就在这次大会上 全国互联确定了 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 一个月前 刚刚被全国人大常委会 纳入五年立法规划的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成为互联高度重视 全力以赴的重要目标 我们国家是不是有一部 全国性的专门的立法 对我们这样一个文明的大国 社会主义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那也是一个表征 从2008年起 全国互联连续六年 向全国人大建言 要求制定一部 国家级反家庭暴力法 2012年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作为预备审议项目 列入立法工作计划 2013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 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 二类项目 并明确国务院 作为提醒审议机关 这意味着 这部为无数人期待已久的法律 正式纳入了 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 国安机关希望 能够尽快出台 反家庭暴力法 这个法律出台之后 国安机关将会同相关部门 认真执行相关的规定 在这部法律当中 一旦明确 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 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 促使全社会形成合力 大家都不要做旁观者 谁也不要做旁观者 因为这个确实涉及到每个人的力 对家庭暴力的容忍 就是对社会暴力的放纵 我认真执行的法律 我认真执行的法律 in line with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 look forward to its adoption 每一张面容都饱含生的渴望和美丽 每一个生命都享有人的权利和尊崇 选择坚强面对 选择勇敢抗争 选择以法律的名义 捍卫生命的光荣和神圣 这样的奋战 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始终波澜壮阔 始终生生不息 人生而有平等的权利 人生而有尊严和自由 最后一分之一 真的有很严重的事 in Kigali She wakes up She wakes up She wakes up Joe In Hanoi The top Romala In Tangier She takes a breath Lips up her bones I'm la juta paz canpala Though she's half a world away Something in me wants to say We are one woman You make choices us all We are one woman You rise and I stand so We are one woman Your world is right And we shall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We shall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We shall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